洪森壽 那当然我早上跟院长说 说我们立法院请这么多学的专家来 请大家坐一整天 只发两千块的酬劳 是对不起大家 那这个事情其实比较小 那比较重要的是 本院在审查这一些重要职位的人事同意权的时候 我们审查的模式 在新的国会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做法 那不要应循 过去十几年来被强烈批判的模式 那也这也是为什么 时代力量本来一直主张 是希望能够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完成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关于国会人事同意权的规定以后 那再来进行审查 只不过事与愿违 因为整个时程上面的限制 当临时会没有被排入 那我目前只能够用折中的方式 也就是虽然法律没有修正完成 但是我目前所进行的是依照新法的精神在办理的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相信各位学者专家 从下礼拜开始就会发现 不管是针对政府院长 还是五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立法院都是采取个别审查的方式 也就是每一位被提名人 他们大概要接受三个小时 那各个党团所提出来的问题 那当然实际上面 各个党团在进行审查作业的时候 是不是有充分的准备 那这个审查的过程 是不是可以回应人民的期待 这个是我每一个人自己 都要对于我们选民所承担的宪法责任 那首先我一开始 可能要先回应一下 虽然有一些学者专家 可能早上结束了以后 那有一些行程的关系 下午没有继续参加 我觉得也不能苛责 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重要基本立场 必须要说清楚 今天早上 我坐在这边聆听各位的高见 那其中有很多是触碰到 对我国未来司法改革走向特定议题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在这个公定会的时候 针对司法院政府院长 未来司法改革可能的走向 提出各位对于各个被提名人的观察 我觉得是好事 那但是其中高师伯 高师伯教授吧 他现在我不太确定 他在哪所学校任教 他提到说 希望我们对于各式各样的那种司法改革的政策主张 不要有偏见 那如果说我们提出了 司法改革的主张 或选民的信任进入国会了以后 当然就要推动这些主张 那当然立法院是一个合议的机构 个别委员的主张 未必能够成为全院的主张 那这也是立法院作为一个合议体 各式各样不同的司法改革的主张 在国会的殿堂里面进行审议讨论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那由此进一步加以延伸 就会牵涉到大家今天早上所讲的 有关于连任跟载任的问题 那我要特别的感谢台大的林育雄老师 那还有中央大学的陈寅前老师 那当然也包括了张文生老师 还有今天与会的各位先进 那我想不管是留美还是留德的 大概都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事实上他们所呈现的看法 跟我作为一个法律学者 目前所得到的法律确信是一样的 就根本没有所谓违宪争议的存在 也没有所谓法规的漏洞 需要透过类推式用解释的方式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说 按照目前有关于大法官案件审理法的规定 你如果说是有本院 自己主动去提事件申请的话 恐怕会闹一个大笑话 根本就不符合申请视线的要件 那如果本院对于我们在宪法的直权下面 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没有一个清楚的体认的话 那我觉得会有愧于我们今天在进行立法院人士同意权审查 应该扮演的功能跟角色 那第二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就是跟各位学者专家报告 也顺带利用这一次公定会公开说明一下 就是对于每一位被提名人 我们目前可得的资料 我们的确非常认真的在进行广泛的搜罗 跟所有资料的研读跟判读 包括他们之前所发表过所有的文章 所有的看法 那许中丽教授啊 他的著作等身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要特别说的是啊 许许中丽教授他在退任大法官 回到台大任教了以后 我对于他所发表的文章啊 我最敢佩服的一篇文章啊 就是官场工人贷款案争议的法律观点 那在那个时候啊 几乎在台湾有稍微关心一下这件事情的人啊 都是纯粹的针对于当时的老委会 跟这些官场工人彼此之间 是用司法上的借贷关系 来看待彼此之间的争议 但是徐老师他从大法官退下来了以后 他直接的从公法上的观点提出 这根本是具有补偿性质的有因性给付 那提出这样子的观点啊 以后彻底的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于有关于这个契约 在法律上面啊的定性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说必须要用合乎宪法意志的法解释原则 秉持宪法保护弱势劳工 维护社会正义的意志 做出适切的认定与权衡 他把它定性成这个是一个补贴 补助相当的支权费与退休金的代偿 那从这个性质的界定 进一步的定性 把这个案子啊 摆脱所谓司法契约的拘束 而进入公法契约的角度 那最后这样子的看法 也被普通法院的法官啊所采认 我会觉得这正是我们今天在挑选大法官的时候 所希望期待看到的法律人 从我们的宪法的意志 从我们的宪法的文本出发 然后能够去贯彻在宪法里面 要去保护弱势劳工 这样子的立法意志 提出这样子的看法 而对于我国社会上面争议非常大的案件 获得具体的解决 那这个是我们在挑选大法官的时候 我们一直期待看到法律人的风范 那同时副院长被提名蔡炯敦法官 他事实上在相当早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认为应该要去制定 有关于劳资争议的特别诉讼程序 劳资争议的特别诉讼程序 他清楚地指明了现行的民事诉讼法 建筑在形式上的当事人平等 但是没有办法去处理实质当事人不平等的问题 那因此从1990年代以降 包括了去设置劳动法院 包括了去设置有关劳资争议的特别诉讼程序 那这个都是不仅仅是劳工他们所提出来长久以来的诉求 那蔡法官他在早期的时候注意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因为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集体的劳资争议权 那因此他在当法官的时候提出这样子的看法 我个人也是很佩服 但是我们接下来审查的重点就会变成了是说 你当初所采取的信念是这个样子的 那当你有机会掌握到权力 当你有机会成为司法院副院长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会本于初衷 去贯彻你自己之前的信念跟价值 去真的替弱势的劳工讲应该讲的话 去建构能够让劳工真正行使权力的劳动诉讼程序 这就变成是关键中的重点 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在审查程序当中的时候 会去处理的问题 那我知道大家对于有关于国民参审还是陪审 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那两位几位被提名人到时代力量党团来 来做一个礼貌性的拜会的时候 对不起院长我30秒就把它结束掉 我又很清楚地跟他们讲 不要犯过去的司法院 政副院长他们犯的错误 就是先射箭再画把 自己明明心里面已经决定要怎么做了 然后骗大家说他们没定见 那他们也曾经当面跟我们承诺 他们绝对不会犯一样的错误 等到司法国事会议开了以后 就有关于人民参与审判 不管最后的决定是陪审或者是参审 他们就会按照那样子的决议来加以执行 那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在审查会真的开始进行之前 如果各位有进一步的资讯 跟大法官试任性相关的资讯 都欢迎各位进一步随时 能够提供给我们 我觉得把这一场审查做好 是我们对于全体国民应该肩负的责任 谢谢 好 谢谢黄委员 接着我们请赖委员事保 发言时间为10分钟 好 谢谢主席 主席苏院长 那么各位先进 那么我今天 其实我是抱着 蛮沉痛难过的心情来参加这次公听会 我要把我的意见表达成几方面 首先因为大家知道大法官 特别是司法院的院长副院